来 右边 右边 开一点 好 我们来看致意 致意这种人呢 最如鱼得损 任何时刻 照顾长官的利益 就是照顾自己的利益 他最能搞定这样的事情 本于原度 人际关系的状况 情为 缘由 他搞得清清楚楚 其道顺而不武 他一定是顺着别人的气势 意志 利害 绝不去冲撞 绝不去忤逆 故其未打野 他已经在伺候很多人了 为众人之所容易 以打野 再给他权利 他能够帮长官的私人利益 照顾得更好 唯宠爱之所加 长官就更宠爱他 更加盟他 其功 足以暂免纪律 其必呢 支退 支进 而不支退 离政已自权 这样 他呢 他呢 是有功劳的 有贡献的 能够 帮长官 化解 许多私人之间的 纠纷 能够让 好的政策 涉及到的人际纠纷呢 被化解 因而可以落实 协调人事 但是对他而言呢 为长官服务 永远是第一优位 真正的重点 不在政策 而在人际关系 所以 当他要化解冲突的时候呢 他会支进而不退 意思就是 会用不当的手法 离政已自权 这个方法是不对 能够达到效果 顾及 长官的利益 他就这么干了 其为叶也 虚而难辞 先利而后悍 他做事情的风格 产生的结果 效果 一时 看起来 好像很好 但是呢 不基于 诚恳 基本上 虚情假意 基本上 把人表面上搞定就好了 所以呢 没有办法持久 因为用的方法不大 人心最后还是会看清楚的 眼前 长官的利益获得了 但是百姓的利益没有顾好 做事情的手段呢 偏离了正道 最后后来 久了以后 就会产生灾难 每做一件事情 解决了一件事情 但是 帮自己 设立下一个障碍 做两件事情 解决两件事情 又帮自己 设下了两道的障碍 最后 障碍 一个一个来 绑住自己的手 绑住自己的脚 就被太多的障碍 阻塞了你前进的道路 心里 而后悍 所以 不要总是只想解决 眼前的问题 不要总是只想解决 长官的利益的问题 以及自己的利益问题 就不顾手段 后来呢 会给自己 累积巨大的麻烦 脏痞之夜 本乎是非 是非就不是厉害了 所以对他来说呢 他做的是公正的行为 其道 连 而且扁 他自己没有要得什么利益 因为他不是为了厉害 他讲的是是非 而且争扁别人的是非 脏痞人物 其未打 没做官钱 没被拔着钱 大家平常听他讲话 就知道他性格能力的重点 大家认识他 以打眼为重任之所称 他脏痞的都是对的 他的贡献是 辩查是非 能够把是非弄清楚 其必也为底科之所愿 他被别人抱怨的程度低于法家 因为法家呢 是逮捕罪犯 施以惩罚 所以别人对他是痛恨的 对张匹呢 也是不喜欢的 也是会抱怨怨恨的 但没那么严重 所以张匹的下场 跟法家的下场是同类 但法家是更严重 几位业业 消而不欲 他所推动的事业呢 特学就是一刀画下去 黑白分明 不宽裕 不留于地 先得而后离重 眼前可以为自己得到荣誉 可以为眼前这场纷争 画下一个句点 但是他总是做这样的事情 也就使得身边的人呢 跟他越来越没有感情 最后离重 我们在后面就会八关讲爱跟敬 敬很重要 规矩很重要 但感情更重要 爱不可少于敬 但意思是不是要去 否定那个敬 敬绝对不可少 但爱要更多一些 怎么操作 这是一门智慧 讲到那里的时候 我再告诉大家 伎俩之业 就是专业的这个任务 本于是能起到变而解数 就让他去照一条道路 多少宽 多少长 从哪里到哪里 他有办法把这个任务完成 他有这样的才能 为达为众人之所义 哇都觉得他好特别 以达官司之所 所任 完成的时候呢 这个就获得了官位 也就获得了执掌 获得了权力 也就获得了资源 他能够有所贡献于 理法案 纠协 这些事情都 把他拨开 厘清 让他的事业能够落实 但是呢 整天在搞建设 整天在搞事业 前面不是有一段话吗 疑于致富 以之致贫 则劳而下困 所以造成大家呢 的这个辛劳 其为业也 终是细节 落实具体的事情 而不是一种全面的考量 所以从政治工作而言呢 这个是比较小的项目 为智之末 那为智之末的意思 不应该解读为 这是不重要 或者这是最没有价值的 应该是排序排在后面 因为他还是有贡献的 有价值的 好 第六章 财能 厉害 其实我觉得 主要就是为了法家而写 替法家出一口气 抱一声 不平 但是 法家知道有这样的命运 你还要不要扮演这种角色呢 法家这样的命运 太多人 商鞅就是这样的命运 好像吴奇 有另外一位 也是这样的一个命运 人家就问韩非 你看到你的前辈 讲这种话 做这种事情 都是这样的下场 你干嘛还要讲这种话 写这种书 阐释这种观点呢 韩非就说 我是为了天下百姓 尽知识分子的责任 不畏惧自己一个人的性命安危 务必要提出观点 复国强兵为止 你听完这段话 你觉得他跟孟子讲的话 有什么差别吗 没有差别 所以 我的任务 团结一切优秀的 中国哲学家的思想 叫他们不要再吵架了 法家也是优秀的儒者 不要在意见的表面上 孝替忠信 还是惩罚坏人 孔子说 孔子就论有一段话 讲 应该要用德性治国 还是应该用刑法治国 导致以德 其之以理 由此且不 这就是什么 孝替忠信的德性教育 导致以正 其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我想办法免除被你惩罚 但是我是没有廉止 我还是下一次有机会 我还是要再犯 只要没有被民意逮到 杀头的生意 有能做 所以从儒家的角度 认为导致以德 其之以理 才是最重要 因为那是人格教育 各位同学 人格教育绝对是最重要 但是战争时期 治理一个国家 导致以正 其之以刑 是眼下立刻必须采取的方案 你没有品德 这是一回事 但你敢不敢违法 如果你违法 国家就会动乱 我因为有言行重罚 所以你没有品德 但你不敢违法 你不敢违法 国家就能够储备实力 战力 就能够抵御万物 所以法家怎么样 要重刑 但是对于坏人 行惩罚的法家人物 会被坏人仇视 会没有好的下场 我刚刚讲的 韩非的那段话就是 我宁可如此 唯一希望的就是 国君能够听得进去 我的话 但是韩非不断地抱怨 抱怨什么 国君旁边有小人 有权臣 把我阻拦在国君之外 我的这些复国强兵的方案 都没有办法实现 而一个国君之所以 没有办法让国家复国强兵 就是因为身边 都被小人跟权臣包围 所以作为法家的人士 对他们来说 小人跟权臣 其实就是他们要对付的人 所以他们会形成仇敌 那作为一个儒生 跟小人跟权臣 一样是对立的 一样是仇敌的 所以可爱的知识分子 韩非跟儒者 恐梦之徒 都是一样 就是他们要解决问题 看问题的时间 空间 角度跟角色 跟位阶是不一样的 如此而已 儒家谈的是什么 知识分子救国的操作方案 韩非法家谈的是什么 国军你该怎么扮演角色 的操作方案 所以方案会有所不同 这个我在第一次上课 讲周一六摇的时候 以及在第四次上课 讲周一的时候 我有再跟大家讲过一遍 你一定要知道 不同位阶 不同角色 你的操作逻辑的重点 是不同的 也是我们今天不断的在讲 你做大臣的时候 发挥你的专场 你做国军的时候 收敛你的专场 要让别人发挥专场 你的角色才能够扮演正确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七章 揭示 这一章要讲的重点就是 这十二流业的不同的人才 当他们碰撞到一起的时候 能不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 还是以位底 要去挑剔别人的缺点 这就决定了 你是一个普通的人才 也就是偏才 还是一个可以发展为 优秀的通才 也就是成为真正的领袖 领导者的关键 别人有优点 你是嫉妒忌惮 挑战否定 还是欣赏 然后让他好好的做事 跟他合作 创造出大的事业 各位同学 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你怎么看别人的优点 你把别人的优点 看成了缺点 还是把别人的优点 想办法让他发挥 把别人的优点看成缺点 只标榜自己的优点 这是普通人才 偏才 把别人的优点当作重要的优点 为什么 因为你心中想的是建设社会 需要他的优点 你就会欣赏他 让他发挥 跟他合作 哪一天你担任领导的时候 你能够重用这样的人才 那你就是领导 揭示坛这样的重点 有很多人性的细节 人出胜难知 在还没跟他相处之前 你对他是一个看法 相处之后 你是一个看法 相处个十年之后 你又是另外一个看法 事无众寡皆自以为之人 知识分子 不管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 都认为自己懂得看人 故以己观人 以为可知啊 你就是用你的自己的经验 你去看人 然后就对别人呢 下了一个这个结论 就定位好了 实际上观人之察人 则以为不是 你看别人 你就说这个人是怎么样 别人在看他的时候呢 你就说别人看他的观点 都是错的 只有你看他的观点是对的 为什么 能是同体之善 或是意量之美 关键就是 你总是能够看到 跟你同类型的人 的优点缺点 至于跟你不同类型的人 你怎么看都看不明白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要培养 能够看懂 跟我们不同类型的人 他们的优劣好坏 而很多的时候 不是一个 专业的能力 的判断的问题 因为你缺乏那个专业能力 IQ再高 你也未必能够判断 但是有一个东西 能够帮助你判断 那就是EQ 你看对方的EQ 你看对方的平淡 你就能够判断 他是不是这行真正最厉害的 你用这个方式来判断 你就能够看到 跟你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 不同的人才之间 你给他排一个高项 然后你用你认为最强的那一个 但你能够这样看别人 第一个 你是欣赏的眼光 第二个 你是为国举才的眼光 第三个 你是不会嫉妒对方的眼光 你有容忍之谅 所以 各位同学 我讲这么多是要讲一句话 你的EQ 才是你最重要的IQ 你对别人的宽容 以及你对社会建设的理想 才是你真正的聪明 你才会真正看对人 做对的选择 好 刚才这段话很重要 把它写起来 下次考试会考 原本为什么总是只能看得出跟自己同类型的优点 而看不见不同类型的人的优点呢 譬如说 清洁之人 清洁家 以政治为度 看任何人 首先要求政治 顾其利益重裁 就是当他跟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沟通交流互动 有相处的经验的时候呢 能是信心之常 而或以法术之国 这个人孝涕中性 品性优良 人格正常 他就能够看得好 可是呢 当这个人特别的法家人才 有很多做法 他会看不下去 这个人特别的数家的人才 有很多作风 他看不下去 数家解决国家危机重大问题 不是平常的事情 所以做法不是平常的做法 法家带领众人建设大的事业 有太多事情是必须利害权衡的 对这个人不假宽戴 对那个人十分的尊重 这些都是在顾全大局 做衡量的 清洁家呢 用正直为度 平常例行的良好的品格 他都能够看清楚准确 但是承担重责大任的法家 他们在这个通权答辩的上 以及解决国家灾难 危难的数家 他们提出的其谋 其策上 清洁家呢 会怀疑 他们安得什么心 如果他不是清洁家 而是脏皮 如果他甚至不是脏皮 而是争权夺利的小人 那肯定要在君王面前 说法家跟数家的坏话 重伤别人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讲 叫做发黑函 好 树谋之人 树家 以思谋为度 看事情 重点就是去看 能不能够解决危难 故能呈策略之起 所以 这一招一出 整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 而不是遵法之良 法是干嘛 颁布出来 全国统一适用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改变 这样才能够稳住大局 统一号令 才能什么 集中力量 所以是什么 长期的 例行的治国方案 所需要的 那 树家要面对的问题 不是这种耐操 耐烦 的 治国的 例行的方案 公共政策 而是什么 有重大的危机 重大的灾难 要立刻解决的 短时间内 就要有奇效 所以对于那些提出 常治久安大法的 法家的才华 他也不怎么看在眼里 不是遵法之良 他就不断地在提醒我们 你要懂得看别人的优点 可是这十二流页都纷纷的缺乏 看别人的优点 的能力 使得他只能限制在自己的一边之间里面 法治之人 以分数为度 一事一二事二 什么事情呢 规规矩矩 什么事情呢 一二三四 按部就班 故能事教 方指之量 能够把事情 大大小小 宏观的 细微的 掌握准确 安排妥当 标准配置 你不要给我动来动去 你不要给我搬来搬去 不贵变化之处 紧急的时候 要变化 平常的时候 要规矩方圆 法家 耐操 耐劳 耐反 用三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 把一个社团 一个国家 建设强大起来 所以要标准模式 数家呢 有重大危机 重大灾难 重大困难 所以我们要 提出奇谋 对策 就是要搞变化 法家的人 很不乐意 数家的人 不尊重法律 提出的办法 抵触了我的规范 所以各位同学 时代在变 环境在变 这一秒钟 是 重大灾难 需要数家 当你把问题 解决了以后 危机解除 下一秒钟 长治久安 要让法家的人 上场 所以权力 上来了 下去了 上来了 下去了 你要非常的潇洒 要看得清楚 否则 给自己惹麻烦 也阻碍了团体的发展 气能之人 辩护维度 能是方略之规 不知制度之源 给我一个任务 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做 别人做错了 我知道他做错了 我可以把它做好 但是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一个政策 是为什么这样建立的 因为它是气能 还不是国体 还不到那一个高层次 高境界 所以 气能是国体的 刺激 等而下肢 所以 我们要能够办事 办事的高手 其实还不够 还要能知道 我们是为何而办事 为何而战 你才能够 坚定地 掌握这个政策 当重大困难来袭的时候 不会轻易地放手 松手 置意之人 原意为度啊 别人心里想的什么 隐为的念头 你都知道 固能是 掏絮之权 掏略 权变 通权 达变 他都看得清楚 看得很明白 很准确 能够配合 掌官突发奇想 解决困难 但是解决困难的方案 有没有违背 道德 法律 民俗 风情 会不会牺牺牲别人的利益 他不管 不贵 turtles ce 限制的缺点 让特点变成优点 不要让限制发展成为缺点 所以人 永远要好血 补足自己能力不足的面向 伎俩之人 盖房子 盖高铁 邀功维度 想要完成任务 建立功劳 是进去之功 不通道德之话 这个任务 别人做了 你也要做 究竟别人在他的地区做了这个任务 有什么深刻的意义 你不明白 你也跟着做 做了就认为有功劳 其实你完全可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你要知道 要通道德之话 因为他不是能做 三观悬思的人才 他只是能做 具体的 明确的经验性的任务的人才 能够把事情办好 觉得建立了功劳了 意义为何 他想不深刻的 所以会做的一些 其实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他很能做事 脏脾之人 自查为度 能是 苛扁之明 所以呢 都能够 都能够对别人 争扁 甚至 批评 也 能够去赞成 或反对 别人所讲出来的 争扁批评 的话 但是这一切的争扁批评 背后都有一个固定的框架 会有一个 明确的 价值观 但是 环境 跟价值观是一回事 任何一个个人在任何特定的情境 他的行为举止 应对 进退的展现 有他当下的心情 要 抒发的 情绪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艺术家 风流替躺 的展现 在那样的时刻 这种 真扁之人 张品之人 就不懂得怎么欣赏 明明是一个正式的典礼 按部就班的 进行 私意在那边进行 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站起来 拉起了小提琴 其实非常的好听 所有人沉浸在那个悠扬的月音里面 但张品之人看一下 今天的会议流程 没这一段了 你不要谈了 你不要谈了 你别拉了 就这样 事上所有的会众 开了一天的会 此时此刻 他很愿意 听一段小提琴 听一段 胡琴 或者突然有人 送来了一堆 咖啡 一人一杯 cheesecake 一人一格 本来没有这个安排 张品之人呢 就觉得 你不要做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还在开会 可是这些开会的委员们 闻到香喷喷的咖啡 感受到好吃的 起司蛋糕 已经很想要端到他的桌上 这就是不畅替他之意 所以当 一个事业 在稳定的进行当中 一切在你掌握之中 你可以变着 你可以幽默 你可以风趣 会更有人味 更有人味 就会更有感情 更有感情就是 爱不可少于尽 团队 会更强大 言语之人 以便稀为度 能是 解己之会 别人谁讲的对 谁讲的不对 谁讲的好 谁讲的不好 他都很清楚 而且能够 做说明 问题是 当他拿到麦克风 做说明的时候呢 不知道 节制 语言 他以为此时此刻 就是他表演的 舞台 我有这样的经验 一个很大的会议场 很多部门在那里 涉及到某一个 这个部门的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负责人 请他介绍 麦克风拿到 一讲讲了超过十分钟 巨细以迷移 好像今天开会 试人的时间 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 错了 简重点 两三分钟 讲完 就好 然后看着长官 看着主席 我简单先报告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 我再回答 主席说 可以了 我们都听明白了 谢谢 这就是你的完美演出 厉害的人 常常很笨的 三分钟 可以得到荣誉的事情 他花了十三分钟 让人家觉得很烦 明白吗 不要犯这个错误 五个人开会 五十个人开会 一百五十人开会 你要晓得 你讲一分钟 就是用掉了一百五十分钟 成本太大 越多人开会 你要越节约时间 用词精准 凭什么你能用词精准 你要常常培养 讲话的能力 来自于你常常阅读 来自于 你的气势气魄 在众人面前 你能好好侃侃而谈 来自于你的经验 来自于你平常 小场合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你是在讲笑话 还是在炫耀自己的能力 还是在 讲重点 对别人有用的话 小场合就是你培养大场合 讲话精准 有力度的机会 但是小场合讲话的时候 论语里面有一段话 群居终日 言不及议 好勤小会 难以摘 如何培养 在一百五十个人的会议当中 找到你 站起来三分钟把重点讲完 让长官听明白 很好 谢谢你 请坐 你什么时候来练习这种能力呢 其实你常常在讲话 但那就是群居终日 言不及议 好勤小会 在那个时刻 你有情绪的需求 情感的需求 寂寞 寂寞 如果在那个时刻 你是平淡 你跟你周围的人 讲一件对他重要的事情 大家聚意在一起 我们来讲一件重要的事情 短暂时间 讲几句重要的话 你平常日常生活 你都在训练 讲话的能力 你就能够 寒张之美 使互相非薄 默肯相识 就是不愿意承认别人的优点 取同体 结论而相等 如果我们大家是同领域的 那我讲一句 你接一句 大家谈得很畅快 取议题 历久而不知 不同领域的人 从不同的层次 谈同一件事情 你永远没有意识到 他所谈的事情 对整个大局而言 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当你的才华 施展完毕之后 整个大局 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就需要别人所讲的 那一个问题 的那一些方案 来处理新的局面 所以 一件事情从头到尾 彻底的成功 需要你也需要他 但你不懂得理解别人的优点 在你旁边讲了那么久 你不知道别人讲了什么 重要的事情 一句话 要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 让别人发挥 为他的长才 凡子之类 不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 皆为一流之才 一流不是一等 是一种类型 而理 叫做一流 若二制以上 你具备 两类的能力 那么 亦随其所兼 以及 易数 那就会有更多的优点 一流之人 能是一流之善 二流之人 能是二流之美 一流就是一种 我们前面在讲流业 二流就是两种 竟有诸流 则亦能兼党众才 清洁 法家 数家 文章 口辩 儒学 枭雄 那你这个人是全才 你就诸葛亮 就那个等级的 兼才之人 与国体同 清洁 法家 数家 三才俱备 就是国体 当一个人是这个等级的人才的时候 你要让他 发挥他的优点 了解他 肚子里头有多少货色的时候呢 谈一天是谈不完 要谈三天 欲观其异语 终遭足以示之 你跟我谈测数 他就跟你谈测数 一天谈完了 将就其想 三日而后 把你肚子东东挖出来 那有三天才 够讲清楚 因为 国体之人 兼有三才 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 一论道德 二论法治 三议论测数 一个国家 这三个项目都需要 找了三个人来做这三个项目 三个人不一条心 不一个等级 不一个格局 这样子 那么 三条马车 这三个人还形成三个集团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被全臣把持 一个好的国君呢 就是不会让三件重要的事情 形成三个集团 法家不断强调 这样的重点 然后 乃能 节其所长 举之 不已 他那三天 他还是侃侃而谈 谈给谁听呢 各位的 谈给谁听 国君 国君 我常常讲 我们的如是道 都在教 知识分子 干部 臣子 明白吗 没有在教国君 只有法家的思路 人物制这种著作 才知道 要教国君 怎么当国君 所以是 他在跟国君谈 是国君在发掘他肚子里头的东西 然后 举之不已 什么意思呢 我就用 做宰相 充分授权 即便你要惩罚 我的兄长 我的皇子 他们犯法 为了国家的强大 我忍下 你惩罚了 你惩罚了 好 下面这一段 就是精彩 优秀的 何以知其 尖偏 而与之 言乎 怎么知道一个人 是 尖 进而通 还是偏 竟是缺点 很简单 看他平常讲话 就知道了 所以各位同学 没事说别人的坏话 是一种最糟糕的品 因为你不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 你就不能够用人 你就用不到人才 欺为人也 勿以留束 书人之所长 未知名目 如是奸也 看一个人 你会看到他的优点 你还能够说明他的优点 是什么意义下的优点 你还会颁个奖给他 你能为他的优点 下标题 定名目 那你就是尖才的人 如果 你 发挥你自己的优点 讲自己专长的知识 希望 别人称赞你 欲人称之 而没有任何的兴趣 去知道 去听 别人讲话 知道别人的优点 不欲知人之所有 如是者偏移 想想看 你绝对是个有能力的人 不重要的场合 跟周围的人相处的时候 你有没有 想要听 别人的优点 的心情 有没有 想要搞清楚 别人会什么 的心 如果有 那一个时刻 别人是在群居终日 言不及意 好行小会 而你呢 学习的状态 平淡 因为在那个时刻 你依然在学习 而别人呢 只是在 放纵 情绪而已 讲他自己多厉害 但你听明白了 碰到什么时候 什么事情 需要这个人的时候呢 你准确地找到对的人 不义之人 则言无误不已 你是开放的心态 平常放假休闲闲聊天的时候 你依然处于 罚着人才的状态 那你是奸才 平常休闲的时候 你只想到自己要发泄情绪 放纵欲望 满足情绪需求 不遇知人 则言无不已 当别人在讲他的优点的时候 你根本不认同 你还会怀疑 会否定 事故以身 说浅 一生 一意 一则相反 反则相非 别人呢 这个 有很好的东西 但你没有什么兴趣听 你也不具备理解的基础 这个别人 讲越多 你呢 对他越烦 越浪费你的时间 结果你们立场就相对了 然后呢 你就开始 互相 否定 对方 否定 彼此 这个叫做 这个 亦则相反 反则相非 事故 事故 所以当你没有兴趣要听别人讲话 了解别人的优点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 只有自己的人 任何场合 你只顾自己风光 你是个人才 但你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才 而且还有许多个性的缺点 像你这样的人 别人在你面前 多层处置 话多一点 讲了一些 讲了一些别人认为对的事情的话 则以为 贱美 什么意思呢 你觉得这个人在爱线 每一个人都好名好利好表现 这个人正在好表现 你对他所讲的 即便是有道理你也没兴趣听 所以一个爱讲话的人你认为他好表现 现在碰到一个不爱讲话的人 静听不言 那你就认为这个人呢 虚空 没祸 没能力 所以一个静静坐在旁边的人呢 你看也不看他一眼 觉得这个人没本事 你不懂得看仪态 看平淡之美 一个人不讲话 静静地坐在那里 你看多少人坐在那里 看他们坐在那里的姿态 仪态 脸上的表情 会看的人 已经可以打个分数了 排行榜就出来了 但你看到一个人不讲话 你好胜 好强 你就觉得这个人没用 没本事没东西 看为高谈以为不逊 他如果 讲话 讲一些自己很得意的事情 甚至要跟别人辩论 主张自己的东西是对的 你觉得这个人太没礼貌了 事实上如果是重要的事情 示威对错要讲清楚 这就是你正在讲一个对的重要的事情 你一直 你一直看到他掌握了舞台 掌握了麦克风 你讨厌他 抢走了你的光彩 你觉得他是个人很没有礼貌 礼貌 比国家政策的辩论还更重要 人家正在做重要的国家政策的辩论 你觉得他没礼貌 避让不敬 这以为浅漏 有一些事情 好像形成了争执 大家都想要同样的东西 其中一个人呢 那没问题 那您先用好了 愿意礼让 对于愿意礼让的人 你心里想 你肯定是没有能力 你不敢来抢 所以你是被 你是被鄙视的一方 你有鄙视别人 好胜的人 会这样看礼让的人 但是我们更深刻一层的反思 是因为更有本事 更有理想 更有资源 才会在眼前这一个层次的局面上 把资源让给别人 他有爱心 因为他的能力高于这一个局 这一个层次 太多太多 我可以让 你碰到一个可以让的人 你反而觉得 他是没有实力的人 你看错了 大错特错 言成一善 善以为不勃 我们现在读的这些句子都在讲一个 自私自利 自大 好胜 狂妄无知的小 别人言成一善 他在讲一件事情 当中的某一部分 说这部分非常的好 他一直在讲这一部分 那你觉得这个人呢 知识有限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反正任何人有任何的表现 你都是挑剔的 为什么 你不想知道他的优点 不想知道别人的优点的人 怎么可能领导别人呢 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领导 人物志是在讲什么 怎么做国君 怎么知人 怎么试人 怎么用人 他是在讲什么 讲顺 讲谣 讲汤 讲文武 是怎么成为圣王 所以你要会知人 试人 敬而 用人 结果你都不去看人家的优点 别人在你面前不管做什么 你就只想看他的缺点 历发 重其以为多端 这个人呢 讲了比较多的项目 那你就说 他一次讲了那么多项目 没有用都不会落实 这个人呢 讲了 你想到 想讲 还没有举手讲的话 等于抢了你的先机 先义而言 以为分美 这个观点你已经想到了 但你还没有细节 你还在琢磨怎么讲的时候 他已经把他讲完了 那表示人家比你脑筋更快 但你认为别人呢 抢走了你的光彩 分走了你的美名 荣誉 因是难之 这些人根本什么都不懂 对你来说别人都是什么都不懂 遂以对反 则以为教计 他讲的观点 跟你的希望 需求 正好对立 那你就认为 那你就认为他在跟你计较 那你就认为他在跟你计较 只是他不像我讲话这么层次分明 系统分明 明白吗 他肚子是有祸 只是跳药 你以为无药 以为他没有药 前面彩礼的时候 不是讲吗 充能 充能 听虚 民能 躁端 机能 什么 民能见机 私能躁端 充能听虚 有没有 他讲话跳药 这一切的跳药的东西都围绕在一个重要的讯息上 你能够替他拉出钢铃 这个人就是这样 你认为他没有钢铃 没有药铃 论与同体 然后乃越岸 于是乎 有亲爱之情 称谕之举 此偏财之常诗 只有他 跟你讲 同一个行业 的话 你听得懂 而且他立场跟你一致 你才会高兴 才会对他好 才会称赞他 跟你不同行业的人 不同领域的人 不同单位的人 不管他讲什么重要的有用的话 你都不愿意去欣赏 学习 那你怎么可能 有一天 几个单位 你成为这几个单位 上面的那一个单位的负责人 而能够重用这几个单位的主管 你从来就不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 所以要能够领 所以要能够领导 就要懂得 别人的优点 这是这一刻 揭示 最重要的一个提醒 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 才能够让你不至于受限于你的能力的特点的限制 的缺点 的缺点 我不断的提醒 你今天的能力能够做在这个位置上 做得很好 环境会改变 两年三年之后 环境会改变 如果你不具备新的能力配合新的环境 你这个位置也做不稳 你今天在这个位阶非常的努力 结果你上升了一个位阶 如果你不更加努力 学习新的本质 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位阶了以后呢 那个位置 你又做不稳 还不如打回原形在原来的位阶上 这一切的一切 都需要你不断的提升能力 提升能力 其中一种最重要的能力 就是欣赏别人的优点 跟人家相处 善于运用别人的优点 这背后 是胸襟 可是各位同学 你知道胸襟的背后是什么吗 胸襟的背后是什么 理想 因为格局跟胸襟 胸襟这两个词是一样的 格局跟胸襟这两个词是一样的 你格局大就是你胸襟大 一个人为什么格局大 理想 这样明白吗 昨天不是晚上有人说 这个理想吗 我讲了两句话 第二句话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 所以 理想 跟胸襟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EQ 你的情商 是比你的智商 还要有智慧的智商 能够让你的智商非常非常高 最后归根结底 是因为你的胸襟 是因为你的胸襟 因为你的情商 而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胸襟 会有这个格局呢 所以你希望社会进步 你希望天下太平 你希望国家富强 你希望全民素质提高 你希望 你希望大家都过更好的日子 这种东西叫做理想 好 既然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今天创造了一些时间 那我就 往第八章讲 英雄 文字非常的清楚 归根结底就是要跟我们讲一个观点 人必须要勇敢 你的聪明 才能够有效的发挥 但你要担任 领袖 你既要勇敢 也要聪明 但聪明不可少于勇敢 因为这一个聪明是要来干嘛的 来知人 世人 用人 只有更多的人进入你的团队 你才能够成为最强大的团队 所以你没那个胸襟 没有知人 世人 知名 没有用人的胸襟 那你就不可能成为最大的团队 有一种竞争 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是一种 不是赢 就是全输了的竞争 刘邦跟向你之争 就是这一类的竞争 那你必须聪明 好 草之草之精秀为鹰 兽之特群为熊 所以 文武双全呢 出去做业务 回来 带干部 出去做业务 像是伍的 回来带干部 像是文的 能够写 回来能够管理 能够写文章 能够讲话 出去呢 能够办业务 能够办活动 能够指挥很多人 就像是 既然有文也要 文是什么 讲话 写文章 做计划 秘书人才 伍是什么呢 办活动的能力 做业务的能力 做具体的事业的 事情的 能力 所以我们要培养 写文章的能力 写企划案的能力 讲话的能力 所以8月17号18号 大家写一篇文章 三千字为下限 不用超过一万字 你要超过 我们也不会太在意 太计较 但我不知道 阿里巴的 管理 阿米巴的管理 会不会在意超过一万字 之后 增加了印刷费 会 那你不要超过一万字 没事 我们印 不用你们印 好 聪明秀出位之鹰 胆利过人位之雄 大概的分配 叫其分数 择牙择虚 各以二分 取比一分 然后乃成 什么意思呢 但是 当我们在讲这个人是鹰 还是熊的时候 鹰必须包括熊 鹰才能成鹰 熊必须包括鹰 熊才是熊 否则只是一个粗鲁野蛮的流氓 否则只是一个胆小怕事 懦弱的儒生 那是没有用的 张良 勃浪杀 杀秦始皇 张良 勇不勇 然后另外一个是谁 韩信 韩信小兽整天读兵书 所以人家也是什么 鹰这样 智商高 好 聪明者鹰之奋也 不得熊之胆 睡不醒 事情想清楚了 这样就跟人家讲 人家一定 接受 但是当然 会有意外 所以你需要有胆识 敢去讲 如果你没有这个胆识 再怎么知道好的策略 好的话 你不敢去讲 事情也没有办法完成 胆利者雄之奋 不得英之志 事不立 我们说有勇无谋 事情能办成吗 不行 要有勇有谋 孔子就说什么 必也临事而聚 好谋 而成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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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临事而去 好谋 而成 才能够 十拿九稳 事情一定办得成 所以胆利 也需要什么 智 事情 才能够办得好 事故 因与其聪谋使 知道要做什么事 以名务见机 过程中 每一个环节 知道如何落实 待雄之胆行之 然后你要有勇气 雄呢 武功高强 力大无穷 以其力服众 以其勇排难 但 怎么排难 待英之志成之 你武功高强 你能够正服众人 但是呢 旁边需要有一个人 来说几句话 如果你自己就是那一个人 你一个人搞定 英之志成之 然后来能各计其所长 所以英雄 英者 一定是个勇敢的人 勇者呢 一定是个聪明的人 这跟儒家讲的 孔子讲的 智人有三达德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定是有人爱之心的人 同时是个勇敢的人 一个有人爱之心的人 一定同时是个有智慧的人 一定同时是个有智慧的人 同时是个勇敢的人 一个勇敢的人 一定同时是个有仁爱之心的人 同时是一个聪明的人 同时是一个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所以各位同学 智人有也必须 通通通智慧 英雄也必须既英且穷 且雄 通常 今天人物志在讲 种种不同的人才的类型 但他只想得到一个结论 永远必须 成为通常 成为通常 若 冲能谋使 好 看到事情的开端 明不见机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可以作论 不可以处事 可以在荣述下 拿几个凳子 跟大家在讲 现在天下大事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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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有兴趣听你讲 那应该怎么样 这个俺不晓得 明不见机 可以作论 没有办法 提出 处理事情的方案 撑脑猛使 明能见机 知道该怎么做 要不要去做呢 我没那个勇气 勇不能行 可以寻常 不可以律变 让你去做例行的事情可以 让你去做 救亡图存 紧急危机的事情 那你是不行 好 这是阴的部分 熊的部分呢 力能过人 勇不能行 可以为力人 未可以为仙灯 力大无穷 武功高强 胆小 那么 你可以 参加举重比赛 得冠军 但在战争的时候呢 你不能当先锋部队 你不敢 一马当先 当先锋部队 可以为力人 你可以参加举重比赛 未可以为仙灯 未可以为仙灯 力人过能 勇能行之 智不能断事 可以为仙灯 为足以为将帅 这句话就说得很深刻了 武功高强 你又有那个勇气 能够当先锋部队 可是呢 先锋部队往前一冲 发现 情势大坏 赶快折回 发现 另外一个地方 有更大的漏洞 而且并不是敌人不好的 宜兵之术 你可以往别的地方攻 你可以在战场上指挥三军 成为将帅 那是靠什么 智能断事 士兵 听命令 不提出任何的疑问 说什么 就做什么 能死能活 完全不问 将帅呢 做一场战争的布局 十个部队 有三个部队 是要去送死 有三个部队 是要去抢攻 剩下四个部队 是全部押上去 拿下敌人 这要他做判断 所以要有智慧 才能当将帅 结论 充能谋使 明能见机 谋使就是 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 见机就是 这件事情怎么做 然后 勇敢 敢去做 应 张良 气力过人 本身武术高强 勇能行尸 敢于冒险 自足断肃 知道事情该怎么做 可以为雄 潘信 是 若充能谋使 明不见机 可作论 不可以除 不 这个已经讲过 好 体分不同 那以多为目 你是英多 还是雄多 雄多 因为英雄是两个概念 又来了 人物质把人才分类好了以后 下一步都是要告诉 你要做通才 不要满足于你是鹰多一点 还是熊多一点 明白吗 他要你做英雄 不是有熊的鹰 也不是有鹰的熊 他就要你做英雄 然皆偏知之才 人臣之认 故鹰可以为相 熊可以为将 若一人之身 兼有英雄 则能尝试 什么意思呢 开国 创业当老板 尝试 高祖项羽是也 结论 鹰之分以多于熊 鹰不可以少也 那这就是讲 刘邦跟相 鹰分少 智者去之 各位同学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你不可能领导 比你智慧高的人 智商高的人 为什么 他讲的话你听不懂 你不能够理解 或不能够在关键时刻 瞬间理解 你事后理解了 局势说明了 当初他讲的是对 你每次都错失先机 他还跟你 他这么好的头脑 这么好的策略 每次跟你 每次你都 失去先机 你怎么领导他 他怎么愿意留在你身边 所以英分少 智者去智 所以你只能领导 不是说领导智慧不如你的人 你只能领导 你能够理解他的智慧的人 如果他智慧太高 你不能理解 你根本没办法用他 因为你不放心 还有 你会忌惮他 你会担心他 因为你吃不准他 所以你会防他 你把一个人才 放到了你的罩下 你又处处提防他 那这个人才对你有什么用 所以人智慧一定要高 但是人智慧如何提高呢 非常的勤劳 超级勤劳 努力做事 累积经验 认真思考 而且 弃而不适 不怕犯错 你的聪明才会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因分早智者去吃 故项羽气力盖世 明冷何便 他自己也是智商很高的人 不能听采齐义 他总是想要用他的办法 他的办法是什么呢 对就是干 因为他就是超强 他就是以寡即重 他就是只要他一出马 敌军就吓得屁股跳流 他永远只想用这一招 刘邦算是 就这样 有一范增不用 是以臣平之徒 王归高足 英分多 群雄无知 英才归之 两得其用 吞秦破除 宅有天下 好 这就是在讲 相跟刘邦 两个人的比较 英跟熊 这两个比较 好 我们今天呢 讲了不少了 我也就 废话没有太多 那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请同学呢 来讲一讲 今天下午 你听课 心得 或者是 有没有问题 提出来 这样呢 学习的效果呢 会有一个收拾 会更好一些 来我们反应快一点 那就 第一组 你们老位同学 没有看到麦克风 好 今天下午 讲的课 就给我的 个人感觉 我的理解 就是我们在做事 的时候 一定要 用敢于去挑战 然后去做一些事 比如说 想英雄 这个方题吧 就觉得 人 如果你有 一些正的想法 或者正的能量 对这个社会 是有意义的 就我们要敢于去做 敢于给自己 一个标准 去挑战一些事物 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比如说 平时 前面讲的 我们做事 可是有做事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高效 就不要做一些 话 一些事情 比如说 老周林刚刚刚说的 我们在台上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说精准 就不要说一些 无用的话 然后去消贸一些事件 不要让别人 来及时的 收到你的信息 就可以了 这样高效 这就我下午 我收到的 感觉最难点 是对我感觉比较 帮助我提大 好 谢谢 好 谢谢 第二次 第二次 谁 你安排安排 师傅安排 没有 你没想说的 没有所谓 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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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有讲到那个清洁家 房家 树家嘛 讲的是这个基础 我觉得是丁面讲得非常好 我就等於再回顧一下 清潔家講的應該是跟德行有關係的 然後法家講的是 就跟我們代團隊一樣 如果機制或者如何讓團隊越來越好 我們聯繫好資深地去建立法治 跟這個有關係 然後數家比如說我們做項目或者做訂單 如果能洞察 如何能更清晰地看到一些邏輯或者一些方向 我覺得這個關於我們這整個是一個基礎 是一個組合的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來往這個方向三才兼備 那就很厲害了 然後延伸到這個不同的就是說 如果是三才皆威 或者說人該怎麼用它也是人才或者偏才 我們如何去把自己達成這樣一個通才 往那個不同的補短板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 一個是自我能協調 還有一個在團隊的時候能看到 每個人他的亮點在哪 這樣我們共同來學習探討 來做他的這個方向切實非常好 這是我心得的一個點 還有就是 講到中間還有 胡藩這個頁 就是說領導者的胸懷 也就是說一切為理想的包容之心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好 其實合於資深的日常的工作的話 有的時候是每個人其實是有自己的認知和看法 有的時候容易掉在這個事件 或者掉在一個認知裡面 有的時候能跳出來 跳出事件來看 或者來看人看事 我覺得有的時候可能是對自己的 這個組三人智慧吧 也會有一些小小的增長或者是幫助 我覺得這一點 也對我自己來說也會有關注的 好 分享這一點 好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第三組 第三組請 蔡總 蔡總 三個鐘之旅 下午那個杜老師上課程裡面 我對我比較有感知的就是 就是 剛才說的有一點就是說 勇於認可別人或者欣賞別人的優點 那就不會因為自己的去來 導致阻礙自己的進步 而且在這個認知的過程當中 在修煉自己 剛才說的這幾個家也好 那只能說你認知到這一點 才更有可能去偏財到通財的進步 我覺得這一點還是比較重要 首先這個格局或者心懷的基礎吧 雖然很難 但是如果說去嘗試 也許就往這個上面去靠近 這是我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感知 因為絕大部分人對自己的一個弱點 都很難去承認 或者是認識不到 這一點我是 不過我還有一個就是 剛才老師說的 一個我也比較有疑問的 就是說人的胸懷和他的寬人度 跟理想不標是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跟他的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結果我不太明明 就是我自己沒有想去辦 因為有的人有理想 但是理想他可能也有分類 無論有沒有分類 三態都是很大 但怎麼會跟他的這個寬容度 包容度 他的容納度 以及他的這些同才的這種可能性 會有關聯呢 就是也許他不一定 這個希特勒他也理想 但是他很多事情在他眼裡面可能就流進去 我只是想說不是很清楚 只是想到這一點 老實說這一點因為 怎麼能 就是再 具體化一點 比如說有沒有這樣 好 謝謝蔡總 這個答案的線索說出來 這理想是不是有分類 你有說 希特勒也是很有理想 準備侵略其他國家的人 用武力一統天下的 這個能夠是按照儒家的標準來講 叫做理想 所以他可能就不是我在講的理想的意思了 殺一無辜得天下者 不為也 怎麼可能是發動侵略戰爭 然後統一世界 這種侵略的行為 叫做理想 這就是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兼兵而已 所以沒有人認為那個時候是有聖王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 霸跟雄都是什麼 都不是天子 都不是聖王 只是在拳棋場上打拳棋打贏的人而已 那什麼是理想 理想是建設團隊 從而建設社會 美化社會 所以你要代人 那為什麼 理想跟胸襟格局度量 是有直接的關係 理想是代團隊 然後建設社會 最終目標是建設社會 建設社會 建設社會需要有太多的人才 但是 你可能嫉妒他 他可能跟你有私人的過節 他可能過去批評過你 可是為了建設社會 需要這麼多不同的類型的人才 而他確實是某一個領域最優秀的人才 你的智商 你的智商知道他是最優秀的 外舉不必仇 外舉不必仇 就是因為理想 外舉不必仇 就是格局 就是能夠重用人才 這種故事 這種故事很多 我跟你很生氣很討厭 但是為了國家 為你取材 你來謝我 我才不要你謝你 很抱歉 我還是正在討厭你 我還是在討厭你 這種私人的情緒他還是沒化 可是為了國家 他還是會像君王建議 那個人才是最優秀的人才 所以你這樣是不是把 胸襟格局跟理想 就能夠串在一起 就清楚了 所以你剛剛講的 那個理想可能有分類 其實就是理想這個詞 沒有掌握準確 理想 帶領團隊 創造社會建設的效果 這個就是理想 好 還有沒有同學有問題 我機會提出來 我就立刻給你解答 好 請 打擾麥克風 郭老師好 聽了你今天一天的課 就是有兩個事情 有一個是不清楚的地方 一個是我自己的一個體會 麻煩你給我解答一下 一個是 剛才我們說 道德 法治和術 這三個層面 作為我們現在的 在座的各位 都是我們的職場人 你的每一句話 每一大話 對我們來講 都是映射的職場的一個映射 雖然你講的是家國 我們講的是企業 我們講的是組織 我們講的要小一點 作為我們對企業的這種理解的話 那我們對於道德 法治和策略 策略或者策書的話 應該是我們職場人的一個三個層次 有這樣的理解 你知道對不對 這是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在一個職場人 剛畢業以後 進入職場的時候 他可能首先 他可能是做了很多樹的方面 然後他做了一些更高階層的一些 法治方面的事情 最後他做到最高層的話 他會更 對於道德方面 也會更多的體驗 法治是這樣的 就對於人生長的話 應該是這樣的理解 這是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就是 作為人類資源管理 因為對於我們今天的 所謂在座的各位 管理者來說 都是應該要具備的技能 或者是大家的專業度 比較有清醒的認識 所以我們都是帶團隊的人 所以對於人類資源管理來講 我們現在在中國目前的 人類資源管理來講 大家大概分為 選育用流 這是人最活力的四大模塊 那就是對比 我也在對比我們這個 人物制的煞章 這煞章裡面 能不能對選育用流 這四個字 能不能把它印刷到這裡面來 這個我還不太清楚 麻煩能不能老師給我解答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您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你的第二個問題 就當作8月18號 你的心得報告的題目 然後你把人物制搞通 因為你也知道學力用流 這四個概念的意思 你把它連結起來 那對你作為人類資源管理 你有莫大的幫助 而且你既能結合 現代管理的觀念 又能夠運用優良傳統文化 那你把人物制這樣用下去之後 你那篇文章在天見什麼 學術期刊上發表一下 說不定在全國的工商界 產生重要的影響力 到時候大家每天請你去講 選育用流 如何跟人物制的管理政策 結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文章的題目 好 回到你第一個問題 清潔 法家 術家 這三個在人才的成長的過程中 是不是有一個立場這樣子 那這樣講當然是對的 我剛剛講就是 最後必須全備 就好像智人有三達德 你也必須全備 英雄也必須全備 所以十二流業的三個基本款 道德 管理的常財 還有謀略 測數 也必須全備 我們現在拿彩禮篇的四禮來看 是禮 情禮 義禮 道理 是禮 情禮 義禮 道理 那麼你剛剛說進入職場 我覺得進入職場 一開始應該是屬於法家的形態 就是你自己的專業的能力 在職場當中 能夠獨立的作業 論語裡面講 無時有五而至於學 三時而立 三時而立的意思就是 職場上我能夠獨當一面 我負責這件事情我可以搞定 大家可以信賴你 把任務交給你 那就是你的專業能力 足以把任務完成 在既定的格局 例行的環境 太平盛世的情況下 那個法家的能力你具備了 然後你在職場上穩定 再經過一定時間的歷練磨練 新進人員進來你給他任務做 但是公司在成長上碰到了瓶頸 碰到了環境的困境 碰到了技術的困境 這個時候要解決困難 你已經不是新進人員 你在學校學的本事 拿到一份工作 用專業能力 可以把它做好的這個等級 已經不是這個等級了 但你前面必須符合這個等級 你才能夠升上來 這個時候你要解決困難 所以你要具備術家的能力 具備術家的能力 就是從勢里到勤里 這樣子 既能夠處理勢 又能夠把人搞定 解決了一個重大的困境 好 所以你能夠適應困難 然後公司繼續成長 鴻圖在那邊規劃著 而外在的環境呢 比公司的成長更加快速的變化 一個公司的成長 對這個社會產生改變的力量 但是這個社會 有一千萬家公司在成長 我這樣說不為過吧 所以這個社會被一千萬倍的速度在改變 雖然這個公司也在快速的成長 所以再往上走 你必須去思考 的問題是 事理 情理 意理 更上一層次的 道理的層次 要三觀清楚 你才能夠掌握最終的方向 三觀清楚 掌握最終的方向 一個道德的 這個底線的把握 是不可以不把握的 所以越大的企業的公司 都必須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 都必須注意自己跟客戶的互動的關係 不可以欺負客戶 都可以在道德形象上打折扣 以及你所提供的產品跟你 跟你所提供的服務 究竟對這個社會甚至全球的環境 你究竟提供了什麼 有價值的東西 這個時候價值已經超過商品本身的功能 而是那一個人文的素養 涵蓋在裡面的東西 藉由一種產品的消費跟使用 你提升了整個人民的使用習慣 蘊藏了人文素養在裡面 那就是因為你有理想 一開始只是一個個人的小企業的成長 所以就像蔡總講的 理想可能有很多層次 一開始我要存活 一開始我要賺錢 後來我要服務社會 我才能夠成為真正的全國性的 全球性的品牌 有哪個全國性的品牌是在賣黑心商品 如果一旦賣黑心商品 被知道了以後那會多慘 有哪個全球性的品牌 它的東西是在灌輸一種錯誤的道德價值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格局越大 清潔家的角色越重要 以及視理、情理、意理 更上面一層道理的深度 是更重要的 所以藉由人物制的這三種基本形 以及彩禮篇的四種理 讓我們大家理解 今天我們就是upgrade我們自己 提升我們的素養 這個素養是人文素養 所以在這方面下功夫 越多為你的未來 準備了越多的三觀的武器 三觀的能力 天災人禍的時候 你獨擋一面 你知道該怎麼做 重大災難發生的時候 重大意外發生的時候 你獨擋一面 你知道該怎麼做 突如其來的巨大的商機 你當下做一個決策 既能掌握商機 又能夠建立美好的道德形象 你大開大合 名揚四海 揚名立萬 獲得巨大的利益 這是需要素養的 這是需要三觀的 好 非常謝謝您的問題 還有沒有同學想提問題 還有沒有同學想提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不浪費時間 還有十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八觀一下 八觀跟奇妙 是人物志 最實戰演練的兩章 同時也是篇幅最長的兩章 所以我剛看了一下 你們可能看不到 我們現在大概到你們葉樹的中間了吧 到中間了沒 跨過了一點點 但其實我第一章沒講 其實也才剛剛到中間 後面的東西實在演練 其實可以發揮的東西更多 好我先解釋一下八觀 第一 觀其奪舊 以名奸雜 奸雜什麼意思呢 就你這一個良好的品質 裡面有沒有雜質 你道德形象良好 是真的嗎 你樂於幫助別人 是真的嗎 有沒有雜質在裡面 雜質就是從奪舊來看 什麼是奪 你表面上做出一個很好的行為 但是你有一些壞的習性 奪了你這個好的行為 所代表的你的美好的品格 其實你根本不具備這個美好的品格 你只是假裝表面上裝成這個樣子 但你看你的另外一個行為 就把你這個好的品格 給充分地戳破了 泄底了 沒了 所以八觀告訴我們八種 觀人、視人、看人 正確的方式 人 不要看他表面 他會有一些毛病 你看到他這個毛病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人是假的 你看到一些毛病知道他是假的 然後呢 你看到他做事的動機 雖然這個行為 有點過分 有點沒禮貌 讓你有點不舒服 可是你知道他真正的動機 救回來了 你看到他的優點 你看到他優秀的一面 所以表面上看到不好的行為 但你知道他的目的 救回來了 他是個好人 表面上看到漂亮的行為 可是你看到他另外的作風 躲走了 這個美好的形象 幻滅被戳破了 所以第一條講這個東西 躲舊 這個就進入人性的細微了 所以這些武功練好 各位同學 任何人在你面前 不用裝 裝不了 但是各位同學 我要提醒 你在別人的面前 也不用裝 裝不了 人物志就在教我們看這個 第二 觀其感變 以審長度 因著什麼事情 產生什麼反應 這對這個反應 你就知道他的本質是什麼 所以 你不用跟他長期相處 相處個十年才了解他 一兩件事情 他的特殊的好物 你就知道他的本質是什麼 觀其至之以之其名 他有優點 但他也有缺點 究竟是優點大於缺點呢 還是缺點大於優點 很多時候缺點 會把優點完全給淹沒了 所以每個人都有優點 但是發揮不出來 為什麼 他會把優點的缺點 觀其所有以便一事 這個就是什麼 很多模仿式的行為 模仿的唯妙唯俏 好像他是個大好人 都只是模仿 虛情假意 因為他的根本動機就是虛偽的 根本動機虛偽 但是表現出來的 熱誠 有道德 行俠仗義 威嚴什麼的 那都是在模仿 這樣子 好人有威嚴 壞人也有威嚴 好人的威嚴呢 用在作為典範 壞人的威嚴呢 用在什麼 打壓好了 責罵好人 這樣 所以威嚴表面 好 他的內在的動機 是邪惡的 這個 觀其所有以便一事 都在讓我們戳破 別人的虛偽 因為他的動機就是不對的 但是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 有似是而非 也有什麼 似非而是 各位同學 有很多好人好事 是似非而是 為什麼需要似非而是呢 其實這個非 並不是非 而是你看不透 跟小人壞人 繳獲在一起 那一層面紗 他不去揭開他 明白嗎 揭開了以後 小人跟壞人就與你為敵 好事幹不成啦 不要那麼好目虛榮 要做好事 又要有好事的美名 各位同學 好人都敗在 做了好事以後 又要有好事的美名 如果你能夠放下 有好事的美名 光做好事 別人不知道你做了好事 明白嗎 是非 而是 因為別人不會看 覺得你是不對 其實你做的是對的 你要不要讓人家知道你做的是對的呢 如果你是小學生 你要不要讓人家知道你做的是對的呢 要 要 你在小學生嘛 我當然要還你一個公道啊 你是個大學生 你可能還是要 但你已經成熟了 在社會上承擔重責大任 請問你需要誰知道你在做好事 誰 對的 哇 你們答應很好啊 你需要誰知道你做好事嗎 對不對 不需要別人去知道你做了好事嗎 許許多多跟你不熟的人 甚至 對你有敵意 有嫉妒之心的人 他就希望給你泼一層墨汁 抹黑你 所以在跟你不熟的人的眼光裡 你似乎做了非的事情 但你真的做了事情 而且是一件好事 但你不必去揭露嘛 你揭露的話 你立即就用在跟小人對立上 所以觀其所用 以便一似 有似是而非 有似非而是 這好深刻有好幾條 而且我會告訴大家 怎麼理解怎麼分辨 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有好幾條 我認為在座諸位同學 你肯定曾經摘過跟斗 好 觀其愛淨以之通色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愛不可少於淨 但重點是淨不可以打折扣 明白嗎 不是說愛不可少於淨 淨就打折扣 淨不能打折扣 永遠要記得 淨不可打折扣 但你可以有愛給他 因為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現在就把答案說給大家 舉個例子 你跟他是girlman 結果你們進入了一個體制 開會的時候 他是主席 你呢 是委員之一 或者是主管之一 開會的時候 可不可以是因為他是主席 所以你姗姗來遲 不用講 當然不可以 開會的時候主席要求你發言 你可以說老弟啊 先叫別人講話 可以嗎 開會的時候他是張主席 你說小張你別跟我來這一套 可以嗎 不可以 明白嗎 什麼時候你可以喊他小張呢 對 那我不用講 什麼時候你可以喊他小張 中間休息時間 上廁所 你可以把他塞到同一間廁所的關係 小張剛才到底怎麼回事 你跟我說 這時候沒關係 因為你們是好哥兒子 這就是禁 絕對不可打折扣 但是你跟他可以有愛 愛主要是上對下 可以有這個愛 應該有這個愛 這個愛呢很容易表達的 蔡根坦就有非常多非常多 如何表達愛的智慧技巧 欲固舊之交 義氣 欲欲心 這就是愛的表達 他是你的固舊 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絕對是規規矩矩 禮數分明 可是下班以後逢年過節 要返鄉了 你說 你那輛車是不是還有空位啊 我坐你的車一起回老家吧 他做你的幹部 他多榮幸 你知道你是董事長你知道嗎 他一大早就把他車洗得乾乾淨淨 停在辦公室的門口 這車停啊 停這裡幹嘛 老董要坐我的車 我們一起回家 這件事情跟公司的管理沒有關係 這是你的私人行為 這就是你的愛的表達 明白嗎 淨一毛錢不能少 但你可以用這些方式表達你對他的愛 這一條非常深刻 六 觀其情機以便束貨 人在什麼情況下會發火 會不高興 在什麼情況下會舒服 會很滿意 答案就一條 全部都是面子問題 都是好生性的問題 都是才華能不能夠施展的問題 所以你要讓他能夠施展才華 他心裡就愉快 所以永遠要明白一個道理 各位同學一句話 每個人都好生 謙虛的人也好生 溫和的人也好生 膽小的人也好生 只不過謙虛的人 你不尊重他 他不會對付你怎麼樣 因為他的智慧超過了這個情緒 但不代表他不好生 他謙虛 你尊重他 他沒有要求你尊重他 但你尊重他 你對他客氣 他是個比你更謙虛的人 他心裡明白 你讀得懂他 他為你賣命 溫和的人 懦弱的人 謙虛的人一樣好生 那就不要講 好強的人 好名好利的人 他都好生 所以永遠不要 踐踏別人的尊嚴 你的人際關係就會好 踐踏別人的尊嚴 不尊重別人 驕傲傲慢無理 你就是在拆毀自己的事業的長程 因為事業最終要靠人脈 第六條 第七條 觀其所短以至所長 一個原則 其實就是 特點 優點 限制 缺點 我們前面講 你這個特點優點 要耗血 彌補 因此帶來的限制跟缺點 現在從別人的眼光 當他看到你的缺點的時候 各位同學 你有沒有想到 他為什麼有這個缺點 因為他背後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 優點 叫做 觀其所短 以至所長 這句話是講給領導聽的 領導用人 用著用著看到幹部的缺點 但是領導忘了 你之所以用這個人 所以他有一個優點 而現在呈現在你面前的這個缺點 恰恰是因為他的優點 所以才會有這個缺點 他忠心耿耿 所以你用了他 結果領導你自己 沒有信守諾言 或者是 你自己違背了自己定的規矩 他因為忠心耿耿 當場給你難堪 結果你很生氣 決定把他開除了 結果你忘了 就是因為他忠心耿耿 你當時才用他 而現在他敢於指責你的錯誤 恰恰還是什麼 他對你的忠心耿耿啊 你不要看著他的缺點 忘了他的優點 那你就自己自斷 左腑右臂啦 所以各位同學 在你身邊犯錯的人 你要懲罰他之前 你要想一想 他是犯了法規的錯誤 還是他只是衝撞了你 衝撞你的人 他不一定就是不適合待在你身邊的人 第八 觀其聰明以之所拿 那第八項就是要告訴我們 什麼樣的聰明是登風造極的聰明 就是聰明還有更聰明還有更更聰明 那這裡頭所講的聰明就不是講知人善任 而是一般做事情的能力 一般做事情的能力 從哪幾個角度把這個能力堆疊上去 真正的聰明 登風造極 所以八觀是人物誌最實在演練的一章 前面一章是彩禮 後面一章是奇妙 具體的在情境當中怎麼看人 在這個意義上 人物誌跟蔡根譚 上下內在溝通 那個思路是一致的 好 大家晚餐的時候再多討論討論 我再強調一點 要寫文章 而且文章呢 應該要在這個8月17號的前一個禮拜 等這個禮拜五下班之前 這個交出來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 這個印制 如果我們要請評論人員的話 也讓他有時間可以看這樣 所以8月17號的一個星期之前 大概就是8月10號 那今天呢是7月22號 所以大家還有18天的時間 好 下課 好 下課 老師辛苦了 謝謝大家 下課